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付认股权证债券筹资的优点和缺点 优点可以有效地降低融资成本 是啊 可以有效地降低我们的融资成本 那么我们在进行发行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想 卖不出去 我们就付认股权证 我们不需要其他的一些相关成本 然后就可以实现 我们现在债务资金快速融通 后续股权资本还有可能引起现金回流 好 第二个 付认股权证的发行人 主要是高速增长的小公司 这些公司有较高的风险 直接发行债券需要较高的消灭利率 好 高速增长的小公司 目前呢 由于它是小公司 经营风险比较高 我们前面反复提到 要降低财务风险了 你降低财务风险 你的利息就不能太多 那这个时候呢 你的利率 你就不能太高 利率不太高 你又非得发行公司债券 怎么办 怎么办 给人家认股权证呗 所以通过发行 付认股权证的债券 是以潜在的股权 稀释为代价 换取较低的利息 后期人家一行权 新股东进来 我们的股权被稀释了 好了 这是它的优点 缺点 第一个 灵活性较差 付贷任股权证的债券发行者 主要的目的是发行债券 而不是股项 刚才说过 则是为了发债 好 它是为了发债而付贷期权 任股权证的持续价格 一般要比发行时候的股价 高出20%到30% 这稍微记一下 任股权证的持续价格 一般要比股价的价格要高出20%到30% 比如说 现在的股价是100元每股 我发行任股权证 五年后才能够行权 如果说我的行权价定为80元 你觉得人家敢来买吗 人家觉得你这个任股权证会有意义吗 人家一定觉得 你这个公司自己都对自己没信心 现在的股价都100 你干五年 还往会缩呀 所以正常情况下 这个股价都应该要节节攀升 所以基本上我们定125 定130 这持续价格 大家觉得 这才有希望 所以在这地方 要比目前的股价高出20%到30% 如果说将来公司发展良好 股票的价格将大大超过执行价格 原有股东将某数价导的损失 不知道同学们 还记得吗 我们在前面说 假设 市场上股价为200元 执行价格125元每股 好 那 作为任股权证的持有者 他在 行权的时候 只需要花125 就能够获得价格为200块钱的股票 他赚不赚 赚 他很赚 那么赚的钱从哪儿来的呢 新股东 老股东 那零和博弈啊 新股东 老股东 一个零和博弈 你新股东赚的 那一定是老股东所赔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股东财富就从 老股东的 转移到了新股东手里去了 对老股东啊 他是不太友好的 这第二个 对于老股东来说 他说啊 我现在发行一股新股 能够获得200元的股权资本 在资本市场发行 但如果说你赠股权证的 是由人行权 增加一股新股 啊 稀释了我的控制权 稀释的程度倒一样 但是我所收到的股权资本 效果我直接发现新股要低 那老股东说 当然 这不公平啊 对不对 稀释的效果都一样 但是呢 我直接向资本市场发行新股 我筹集了债务资本 就更多呀 总之一句话 原有股东会谋受损失 第二缺点 附带任股权资的成销费 要高于债务融资 这个道理很简单 你比如说 你去卖东西 你去卖东西 别人跟你说 你顺带把什么什么什么 给我卖了吧 你说哪有那么容易啊 顺带我要多干活 多给钱多给钱 这是一样的呀 我单纯发行公司债券 让这个证券公司跟我去卖公司债券 他只卖这一种 然后我跟他说 哎呀 我发行公司债券 还要附带送人家的认股权证 你想想 人家证券公司的事不就多了 干了活事不就多了 要的成本事不就高了 那承销费自然也就多了 看题目下面的单选题 所以下列关于付任股权证债券 筹券的表述当中正确的是 像A 任股权证的执行价格 一般要比发行收入的股价 高20%到30% 低还得了啊 要高要高 相比 付任股权证债券 筹券的灵活性较大 灵活性较差 是吧 发行以后呢 作为我们发行者来讲 就让人没有太多的 可以决策的余地了 一切都交给市场 讲C 分离型付任股权证债券 发行的目的是将来 使股价 行使任股权证 而发行股价 它的目的是将来 行使任股权证 而发行股价吗 不是 分离型了 也就是付任股权证的 公司债券 是为债 而送任股权证 是为了债务仇私 而进行任股权证的 一个证损 所以后续的 所谓的股权资本 那都是为前面 发债而服务的 原理 发行付任股权证的债券 任股权证仇私 可以降低 相应 债券的利率 是的 那么任股权证 一发行 这一部分就有价值的 所以对这一部分 有价值的东西 送给你投资人 那对不起 我的票面利率 就可以相应的下降 所以这条题 正确答案 选递 好 这是这条单选题 往下走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19综合题 甲公司是一家制造业公司 目前公司股销 每股45块 预计股价 未来每年增长8% 长期计划合同当中 保护信条款约定 甲公司 长期资本负债率 不可高于50% 利息保障倍数 不可以低于5倍 这些指标 你还记得吗 第二章的第二节 传统潮保表分析 长期资本负债率 利息保障倍数 长期存在能力的分析指标 应该都没忘 是吧 为了占领市场 并优化资本结构 公司拟于2019年年末 发行赴任股权证的债券 筹集资金 两个亿 为了确定筹则方案 是否可靠 收集的资料如下 资料一 2019年 预计财务报表的主要数据 好 有了 有资产负债表的相关数据 有利润表的相关数据 甲公司2019年 财务费用为利息费用 资本化利息为 二百万 好 注意一下 前面这个地方 有费用化的利息 报复当中就有了 多少 这个地方两千万 哎 两千万 在哪啊 看不清楚 两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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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液费用 两千万 资本化利息二百万 哎呀 当年 多少同学没有看到这个条件了 利息保障倍数 分母要考虑踏步 当然的考虑呀 都继续 资料 筹字发案 甲公司你平价发行付任股权证的债券 面值一千元 票面利率6% 期限十年 每年年报复习一次 到期归还本金 每份债券付出20张任股权证 任股权证5年后到期 在到期前 每张任股权证 可以按60元的价格购买 币股普通股 所以你看 实际价格告诉你了60元 不考虑 发行成本等其他的费用 资料三 甲公司尚无上市债券 也找不到合适的科技公司 评计机构评定 甲公司的信息级别为AA级 目前 上市交易的同行业 其他公司债券 给予以知 到期日相近的政府债券的信息 如下所示 这一题 又给同学们整了一个小陷阱 你们想 在我们的第四章 税前债务资本成本计算当中 我们说第三种方法 风险调整法 在风险调整法下 我们选择 目标企业的科技公司 选啥呀 选什么 选信用级别相同 所以在这个地方 乙丙丁 这四个公司 虽然都是同行业的 但是信用级别 这个乙公司 你能选吗 不能选 说A级 我们只能选信用级别相同的 后面三个 继续 说 甲公司目前的β系数是1.5 目前的β系数 就是目前资本结构下 它的一个β权益 那请问 发行的这个公司再选后 这β系数还是这个吗 不是了 第五章 项目决策当中 是不是资本结构发生了变化 我们这个β权益 也会发生变化呀 社长风险溢价4% 企业所得最税率25% 假设 公司所筹集的资金 全部用于购置资产 资本结构 以长期资本的账面价值 计算权重 账面价值 为了简化 资料是 如果甲公司按照投资方案发债 预计2020年营业收入 比2019年增加20% 财务费用呢 在19年财务费用的就是上 增加新发债的一个利息 资本化利息保持不变 依然是200万 企业因纳税所得额为利润中够 就说 你要计算 它的一个利润 要计算它的所得税的话 就直接用利润整额再乘以所得税税率 你要计算它的净利润的话 就用税前利润乘以一减解所得税税率 是吧 营业净利润保持2019年水平不变 不分配现金鼓励 那你看 营业净利润保持2019年的水平不变 只能说明一个 那是净利润和营业收入 是等比的变化 所以20年它的净利润 在2019年就上 就增加20% 对吧 你看 营业收比19年增加20% 营业净利润不变 净利润相比19年 以增加20% 它的要求 它的要求 一二三四 没完 还有五 总共五个要求 综合题 别着急 咱一个个的预解决 首先看第一个要求 根据资料一 计算 筹资前 长期资本负债率 利息保障备数 这第一个要求 都没问题吧 小鼠一斗 这两分必须要倒数啊 筹资前咱一看 那么筹资前 它的长期资本负债率 一定看资产负债表 在资产负债表当中 它的长期资本用力下 长期资本就两项 第一个 长期借款 第二个 那股东权益 对吧 这两项不就是我们的 长期资本吗 好了 长期资本当中的 负债的比例是多少 哎呀 我都不列宿了 我都不写了 长期资本 那不就是十个亿吗 那其中的长期借款 四个亿 所以长期资本负债率 40% 第一个参数 结果写在这儿 那么第二个参数 利息保障备数 利息保障备数 用稀税前利润 EBIT 再除以整个利息支出 稀税前利润简单吗 收益率很简单 因为19年利润总额 这儿 1.2个亿 再加上我们的费用化的利息 就我们的财务费用 多少 2000万 这是稀税前利润 再除以整个利息支出 费用化的利息 有2000万 资本化的利息 还有200万 别忘记 别忘记 这样呢 我们前面的这两个指标 那不就搞定了吗 借出来 来 我们的长期资本负债率 40% 然后来利息保障备数 6.36 好 往下走 这边第二个要求 根据资料 计算 发行付证股权证 再选了资本成本 收到啥 好了 根据资料 开始 我现在站在投资人的角度 计算投资人 他的内涵报处理 所以第一步 我要计算 他的现金流出的现实 咋发行 评价发行 前面说了吗 这个公司债券 我们是评价发行 面值为1000 所以1000写在这 等于1 等于1 现金流出的现实 就一分为二 第一部分 单纯的公司债券 要定期付息 要到期还本 所以站在 我们投资人的角度 他的利息 1000 乘以 这个票面金额 乘以票面率 得到利息 再乘一个 年金限制系数 则限率而 期数 得到17 17 再加上10年后 本金归还 那就是1000 再乘一个 负利限制系数 则限率而 期数 这是17 这是公司债券 这一部分 带给投资人的 一个现实 接下来第二部分 来说是认股权证 认股权证这块 我们首先要确定 行权还是不行权 这个认股权证 到底值多少钱 前面告诉 目前的股价 是45元 说这个股价 按照8%的速度 来增长 这前面的已知条件 他们回头去看 他们第一句话 不就谈到这个事吗 认股权证 5年后到期 所以5年后的股价 那应该是 45 再乘以 1加8% 得五次方 算出来 等于多少呢 来 我简单算一算 算出来 等于 好像记得66.12吧 66.12元 好 请问他们 现在 行权还是不行权 执行价格是60 行不行 行 很行 特别行 行权 好了 每行权一份呢 就得到一个现金金流入 66.12减去60 又得到6块1毛 总共它是20分 每一份认股权证 行一股 所以 再乘以20 但是认股权证 这一部分 在五年以后 带来的现金金流量 再乘以 再乘以 负利限制系数 折限率而 系数为 57 这就是 一分为二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OK了 至于后续 到底如何来挤这些方程 这可是基本功啊 对不对 朋友们 最终解释来 黑等于7.25% 第二个小问 OK 搞定 下面 第三个小问 为了判断 投资方案是否可行 根据资料3 利用风险调整法 计算假公司 税前 债务资本成本 假设无风险利率 参考新年期 政府债券的大约税率 就算筹资以后 得股权资本成本 好了 对我们的要求上来说 需要计算 两部分的资本成本 首先 非常明确 税前 债务资本成本 我们用 风险调整法 接下来 股权资本成本 用什么方法 股权资本成本 用什么方法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用资本资产 定价模型 对吧 前面告诉什么 无风险税率 等等等等 所以据一次 往下走 下面 我们首先 看税前 债务资本成本的计算 在风险调整法下 我们说 对于 假公司来讲 信用级别为AA级 既然信用级别为AA级 我们这个乙公司这个资料 哎呀 思想有多远 它就可以走多远 处处都是坑 处处都是细节 不要往坑里跳 好了 那现在我们根据这个可比公司 要算什么 算信用风险补偿力 那你看 政府债券 和咱们前面选择的可比公司 他们 政府债券和可比公司的 公司债券的到期日 都比较接近 可以 并且呢 告诉的都是到期收益率 没问题 可以 不是漂面利率 不能用漂面利率 不能用 不能用期限 要用到期日比较接近的 所以 对于丙公司来说 信用风险补偿力 两则相减 丁公司两则相减 物公司两则相减 这样呢 得到三个信用风险补偿力 然后一相加 然后数以三 这样 我们的信用风险补偿力 就有了 这不信用风险补偿力吗 信用风险补偿力 有了以后 还有加什么 加的是 加的是 它的无风险利率 这个无风险利率选什么呢 它说 选的是室远期的 前面题目就告诉我们 选室远期了 那么现在的时点 是哪个时点呢 现在的时点 给我们回头看这个题看 现在的时点 那应该是20年 好 19年年末 20年年初 所以选10年期的 那到期时间比较接近的 这种债券是哪一个 那不就是 最后这个吗 这个是 2029年12月1日才到期 所以和它比较接近 我们就取 它的一个倒期补偿力 6.75% 作为无风险补偿力 最终 咱们把它算出来 所以每一个数据 它的取值 你们都一定要 说出它的理由 为什么取这个数据 而不取其他数据 好了 这是 睡前在我资本成本搞定 下面呢 股权资本成本 咱继续啊 哎呀 原来说 股权资本成本 β系数有了 市场风险溢价有了 税率25%也有了 那不就轻松加愉快吗 哪那么荣誹呀 首先 无风险率有多少 刚才我们说了 取6.75% 取实验器了 这题目直接告诉了 一次条件 这没啥问题 但所以 念题的时候我就说了 目前的β值 那是目前资本结构下 我们说啊 这样是发债以后 要计算 它的一个股权资本成本 你看 它不是非常明确吗 第三个小问 第三个小问 它说 为了判断方案是否可行 这个书 我们就要算 发债以后 发债以后 它的一个股权资本成本 即使它的β系数 还是那个吗 那当然不是了 所以 要把这个β系数 进行调整 首先 我们要计算β资产 然后呢 确定 在新的资本结构下 它的β权益 先卸载再加载 我就干脆一步优到位 让它合起来 好 因为目前资本结构下 这个β值 1.5 是吧 再卸载 除以 1加 1减25% 再乘以负债 比上股东权益 它说 先用账面价值就行了 并且是长期资本的 账面价值 负债多少 负债是4个亿 股东权益呢 是6个亿 来 6分之4呗 这是卸载 再加载 再乘以 1加上 1减25% 再乘以新的资本结构 新的资本结构 是什么资本结构 发行赴任股权证的 公司债券多少 2个亿 这样呢 是不是我们的长期借款 还要加上 发行的公司债券 共同形成了长期债务资本 形成了这个长期债务资本 那 我们现在的这个资本结构是什么呀 现在的资本结构是6个亿的债务 6个亿的股东权益 这样呢 我们 加载 咱们新资本结构 最终 从此以后的 别大系数 1.75 那么 有了这个别大系数 1.75 现在 资本资本电话模型 你放心 大胆 用了 无风险利率 6.75% 再加上 1.75 再乘以 注意 告诉的是 市场风险溢价 4% 行了 股仙资本成本 搞定 当年考试又有很多同学 没有调整资本结构 而又要出了考场 很遗憾 是吧 继续 看第四个要求 第四个要求 为了判断 是否符合 借完合同的保护性条款的相关要求 根据资料是 计算 筹则方案执行后 注意这个试点很重要 2020年年末 就是 现在是19年的年末 19年的年末呢 我们筹集了 这筹集了两个月的资金后 来 我们经过一年的运作 到2020年 年末 来看一下这两个参数 那到底是多少 好了 下面 咱们就要想一想 第一个 长期资本 负债率 对于长期资本 负债率来说 长期资本就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债 想想 2020年的年末 我们的债 是多少啊 2020年年末 我们的债 两个部分 第一 长期借款 有四个亿 第二 当初你不是发现了 赴认股权证的公司债券吗 两个亿 这样得到六个亿 当然 对于我们的认股权证来说 还没有行权 那一部分 不会形成我们的长期资本 别管它 别管它 那这一步好确定 那股呢 股 这同学就得注意了 对于股来说 到底包括哪一些 同学们一想 对于股来讲 经过一年的运作 那是不是会涉及到 我们的净利润呢 净利润会产生 前面也说了 不分发股利 所以这个净利润 就加到我们的股权 股东权益当中去 原来的股东权益 是六个亿 原来股东权益 六个亿 再加 2019年 它的净利润是九千万 前面念题的时候 我就跟同学们做了分析 由于营业净利率保持不变 所以 营业收入在19年的旧事上 增加了20% 净利润同样会增加20% 因为营业净利率不变 分子分母一定是同比例增加 所以再加上 九千万 再乘以1加20% 这是20年年末 它的一个股 这个股 这个股加起来是多少啊 这个股 咱们直接看答案了吧 我也不跟同学们算了 股东权益增加 增加了1亿0 800万 这样呢 我们长期资本负债力 这是我们债的部分 总共有六个亿 四个亿的长期借款 两个亿的长期债券 债除以 这是长期债务资本 这是原有的股东权益 再加上新增加的股东权益 再来长期资本负债率 来搞定 下面继续 我们来看一下 利息保障备数 别着急 跟上我的思路 咱一点点的往下走 那么利息保障备数 分子 EBIT 分母是利息 那么息税前利润应该是多少呢 刚才我们说 净利润 新的一年 那是 9000万 再乘一个1 加上 20% 这是新的一年 2020年 它的净利润 现在我们把它转换为 转换为利润总额 税给它加回来 所以在除以 1减25% 这啥 这是税前利润 那你 离我们的税税前利润 还有什么 还有稀 还有稀 这个稀 要加费用化的利息 首先 原来的财务费用 这 两个亿是 依然发生 还有吗 还有 为啥 19年的年末 你不发行了 赴任股权证的公司债券吗 总共筹集资金两个亿 对不对 并且前面说了 那是平价发行 那么既然是平价发行 既然是平价发行 那你筹集两个亿的资金 我们整体的债 它的面積就是两个亿 这一部分产生多少的利息呢 它的表面利率 我记得是6% 这样我们的稀税前利润 这才有了 是吧 就是前利润 新利润除以1年25%得到税前利润 再加上原有的利息费用 再加上新产生的利息费用 那么分母呢 就在除一个利息总支出 利息总支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 原来的费用化的利息2000 第二部分 我们有新增加的公司债券 增加的利息 这么多 这么多 再加上200万的资本化利息 千万别忘了它 资本化的利息 人家说新的印价 依然有啊 200万 再呢 把利息保证倍数 才给计算出来 好了 通过这样的计算 我们的两个参数 一个呢 长期资本负债率 45.87% 第二个呢 利息保证倍数 45% 好 根据上述的计算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五个要求 计算结果 请问 从事犯是否可行 并且要说明理由 可不可行啊 有很多标准 咱要考虑全面 第一个 长期资本负债率 对于长期资本负债率来说 前面提到 长期资本负债率 是不能够高于50%啊 而我们刚才算出来 45.87% 所以没有高于 长期资本负债率 它的要求 哎 这个方面可行 继续 利息保证倍数呢 利息保证倍数 你们想 前面要求是 不得低于5 不得低于5 而我们刚才算出来 是5.18 熊也满足 所以这个方案就可行 是这样吗 别着急 还得多方考虑啊 全面考虑啊 我们前面去算 赴任股全资的 又是这个方案 最终 它的税前 这本成本7.27% 我依稀记得是这个 第三个呢 我们计算 等风险市场的债券 大概是7.6% 是吧 好 然后回头看看这个数据吧 实在有点记不住了 看前面 前面我们说 等风险 公司债券 它的一个利率 应该是7.67% 7.67% 这税前 再有这么什么 7.67% 而我们前面呢 上出来 赴任股全资的 公司债券 它的成本是7.25% 你一看 赴任股全资的 公司债券 它在你投资的时候 投资人承担了 更高的风险 却只能获得 更低的收益 所以 第三个条件 不满足了 这个方案 注定是失败的 结论就是 虽然我们符合 借款合同的保护性条款 但是由于 发行负任股全资 债券的税前资本成本 低于了假公司 税前债务资本成本 在这种情况下 投资方案不可行 好了 这是这条题目 条件比较多 咱一点点往下走 细节千万不要忽略 忽略一个细节 哎呀 很有可能 就大面积的失分 好 谈到这儿呢 我们涉及到 第二支点 关于 赴任股全资 公司债券投资 也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